这是村子里盖的第一所公厕 还没有屁股大 就让全村的男人打得头破血流 都挣着第一个进去 好显示在村子里的地位 可南村和北村谁都不服谁 只好请来了村长先用 顺便给公厕举行剪彩 可还没等剪刀下去 一条狗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村长让人去清理公厕 可他们都想让对方干 觉得这样有失身份 最后没办法 只好去请村里的蠢蛋 他既不是北村人 也不是南村人 这棵大树就是他的家 听到村长找他有急事 他立刻带上家伙坐上车 结果大胡子上去 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斗 他们一路小跑来到公厕 很快就把这里清理干净 村长第一个走进厕所 他们却在外面争着 谁第二个进去 结果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两帮人乱作一团 抵着厕所门狂山大逼斗 蠢蛋和徒弟淡定的坐在一旁 欣赏着电影级别的打斗 而村长在里面一枚水二枚纸 只能看向脖子上的围巾 等到村民发现他时 他早已哭晕在厕所 出了这个事情 村民们宁愿自己不用 也不能让对方用 两伙人的意见出奇的一致 就这样公厕没了 作为村子里唯一中立的蠢蛋 因为没上去帮忙打架 这下更不受待见了 去帮村民理发都不能走正门 还经常会有人不给钱 汉后的蠢蛋也不生气 依旧会帮助村民们干些杂活 直到这天 他为数不多的积蓄 被人偷了个金光 从此一切就变了 为了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他想把钱存入银行账户 可却被告知需要身份证 啊 啥是身份证啊 不知道啊 蠢蛋四处找人办理身份证 结果绕了一圈下来 他首先要证明自己是印度人 然后才能办理选民证 有了选民证才能办理身份证 有了身份证才能证明他是印度人 蠢蛋彻底懵了 银行职员小美听完 决定帮帮这个老实人 可村里人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小美干脆就现场取一个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 小美从邮票上找到了灵感 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曼德拉 一位为黑人身份而战的精神领袖 虽然有了名字和身份证 可村民们依旧叫他蠢蛋 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曼德拉将会成为改变村子的人 一双大脚把车厅踩出个坑 村民们不仅没有怪他 还拖着他的臭脚 把他给抬了下来 他哪受到过这种待遇 要知道他昨天坐个车 就挨了一个大逼斗 难不成这帮村民都中邪了吗 原来不久前 有人许下上亿巨款 想在村里投资建厂 老村长为了不让土地污染 果断拒绝了这个项目 而他的两个儿子却起了贪念 都想竞选下一任村长 拿到这笔补偿款 老村长当然知道他们没编好屁 让他们当上村长 另一边的村民就要遭殃了 他直接开启嘴盾模式 把两帮人骂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最后灰溜溜的走了 兄弟俩转而开始贿赂拉票 南村开始挨家挨户发贷金券 北村让村民们发下毒誓 还在各种生活用品上贴上宣传海报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贴不到 在国外打工的村民 甚至都被他们骗回来 都在村里不准出去 而距离选举还剩一个月 双方的选票一直持平 他们拿起武器 决定从根本解决问题 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就要动手 快递员突然送来了新的选民证 上面还有曼德拉的照片 村民们气势汹汹地找到他 吓得他以为自己不配拥有选票 第一时间就准备撕掉证件 多亏了被众人及时拦下 曼德拉这才后知后觉 大家都想要他的选票 大儿子立马派人送来了一面新镜子 二儿子让人送来了一把新椅子 曼德拉立马从人人嫌弃 变成了人人追捧的焦点 南村人给他送新衣服 北村人就给他送豪华大餐 没几天家里的东西就一应俱全 他的生活凭着一张选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习惯了这样的不劳而获 不再好好给村民理发 反而开始仗势欺人 就连他辛苦半生 梦梦以求的理发店 也在一夜之间盖好了 可村民们却越来越讨厌他 再也没人肯让他理发 曼德拉无尽的贪婪 让双方都失去了耐心 他们决定拍卖他的选票 随着寒假一路飙升 拍卖员都被震惊了 一张选票叫价千万 而双方势力早就商量好了 如果这次拿不到选票 就会砍掉他的胳膊 曼德拉知道这次躲不掉 就想带着徒弟逃出村子 结果跑到半路上就被抓了回去 两帮人对着他拳打脚踢 就连徒弟也遭受牵连 被打成重伤昏迷不醒 他拿出那张选票 请求他们救救徒弟 可这次没人愿意相信他的话 还说他没成年 救了他也没有选票权 在他们眼里生命不过如此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好在小美即使将徒弟送去了医院 可却对曼德拉形同陌路 就连村民也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 他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嫌弃 这样的人生让他万念俱灰 他准备送自己去见上帝 这时树林里传出女人的声音 说希望他用选票 阻止男人晚上来这里喝酒 这句话直接点醒了他 他还可以用选票 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这个流浪汉被打得鼻青脸肿 可他却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手里有一张价值三亿的选票 流浪汉摇身一变 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关键 这一次曼德拉态度强硬 他让南村人重新修建公厕 还要让每个人都能用 又让北村人重整蓄水池 让每家每户都能随时用水 看到大树上课的字 他又灵机一栋 让南村人建学校 说自己想学习 还要让全村的孩子都来 然后看到村子的路不平 他又找到北村人 村子铺上了柏油路 从此汽车不再颠簸 所有孩子也都有了学上 南村人正准备消停一会儿 曼德拉又找到了他们 让他们在每条路上 都装上明亮的路灯 即使走夜路也不用怕 整个村子都在慢慢变好 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 他也重新逐渐被大家认可 很快村长选举开始了 两位候选人拦住他 给他许诺了各种好处 都想得到那张选票 最后他终于做了一回自己 投出了宝贵的一票 村民们也被他感染 决定坚持自己 南村人把贷金券全都还了回去 北村人也将因为选举拿到的钱 全部如数奉还 两边势力都在等着公布结果 曼德拉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了 他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这时老村长突然带刀出现 说现在要找他刮胡子 现在是刮胡子的时候吗 杀手并不打算放弃 紧接着又一个村民站了出来 不知不觉 全村的人都来到了曼德拉身边 他凭借自己淳朴的品格 获得了所有村民的拥护 此时此刻谁获胜已经不重要了 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大概就是如此吧